而在山西洋城 当地黄城村等地的 重阳节传统敬老民俗活动 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靖城市洋城县黄城村 每年的这个时候 当地都会组织村里的老人 吃八八席 八八席又叫长寿宴 寿命寿逃齐上镇 所谓八八席 指的是除了干鲜国品 点心 凉菜之外 宴席上要16道热菜 分前八道 后八道 所以叫八八席 每当重阳节来临 黄城村都会邀请村里 60岁以上的老人 一起来赴八八席 看节目 吃长寿面 而在阳城县的满河镇 重阳节人们还会登高望远 佩戴猪鱼 姚之兄弟登高处 便差猪鱼少一人 我手中就是一株生猪鱼 它颗粒饱满 色彩鲜艳 阳城县的满河镇 正在举办我们的节日 重阳时节画猪鱼文化活动 山猪鱼是猪鱼的一种 属于落叶小桥木 果实可入药 阳城已经有700多年的 山猪鱼栽培历史 附近的山岭上 红通通的猪鱼坠满枝头 山西特色的重阳糕 也是当地重阳节的 传统习俗之一 用面粉和红枣 做成花样丰富的面素 树桃寓以着吉祥如意 福寿延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